9月3日 体育力量青春榜样主题活动在浙江杭州启动 浙江奥运健儿谢振业 黄亚琼 郑思维 纪博文 韩家瑜等人来到浙江大学 为浙大学子们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开学第一课 被称为雅思组合的巴黎奥运会羽毛球混合双打冠军郑思维 黄亚琼 尤其受到追捧 学生们拿出各种道具请他们签名 他们也在现场分享了自己面临压力和低谷式的秘诀 大家在一些压力大会的迷茫有地图的时候 不要想太多 把你们当天该做的事实做好 时间会告诉我们大家 我觉得就是不要放弃吧 然后也可以先给自己设立一个小小的目标 然后你可以朝着那个目标去解决问题也好 情形也好 就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一定要有你可以的信心 然后所以就是朝着那个目标然后去解决 然后一步一步走出地步 现场运动员们分享了自己的运动经历和奥运感悟 他们还当场回答了同学们的各种问题 雅思组合谈到作为球场上的搭档 他们的默契源于沟通 他们希望同学们也能增进沟通 培养团队精神 我们无论说是在厂上或厂下 其实我们都是会第一时间 然后去对方分享一下 我们自己在厂上的一些感受也好 然后是我们要感受的一些东西也好 那其实我们这时候去分享之后 我们能很快地去继续当下那种感受 然后去能及时地解决问题 然后所以沟通我觉得是非常能提升默契的一种方式 所以我们这一次也是我们有专门这个沟通老师给我们 告诉我们一些多的一些学校 然后我跟亚诚都更加了解了彼此的一些性格 因为很多时候 我的沟通方式是比较直接的 那雅诚一开始怎么会接受不了 可能就会产生一些磨擦 但是呢 通过我们一些新地方还在学习 我们也应该了解彼此的性格 也知道了什么 什么样的沟通方式是更适合彼此的 因为这些就是你得去做什么 你不能原来进行这样的话 两个搭档 这些的默契就不会产生 活动现场 奥运健儿还与学生们一起进行了肺活量PK大战 与毛球趣味PK赛等趣味互动小游戏 欢声笑语充斥着整个场馆 不少奥运健儿寄予这大学子 坚持才能看到希望 困难总会过去的 积极面对生活 热爱生活 一路向前 这样的人生才有意义 首先是需要去坚持才能看到希望 而不是看到希望才能坚持 就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就是说话 你得先坚持下来 然后感觉 感觉自己不幸的时候 也要需要过去把握户 因为大家的社会工作 可能说是跟机器一样 一直去工作 所以说 这些能说出来的 也是需要给自己一个 吃饱加热的东西 不管是任何行业 或者是任何人肯定都是有 每个阶段都会有海阶 你可能有两种方式 一种就是它会改变上的那个平台 要么就是 跌倒了 然后再搭起来从一走 嗯 我觉得对于我 最近一走过来 我总体的一个经验就是 不管越来越长时间困难 还是过去的 你不要平时再过去 那更多的是 你要积极地面对生活 热爱生活 你能往前走 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 可以 spiritualit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